Hello 大家好 現在又是我Victor 跟大家講講紅酒的時間 相信都有一段時間 沒有跟大家見面 可能大家都會說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久不拍片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上次 如果你記得 我是讀完 那個Advanced 應該說Intermediate 那個Sommelier 那個 course 我之後就可能 拍了幾個影片 講解一下Wine 自己對某一些Wine的 feedback 之後呢 我又再去 再拍了另外一個class 就拍了這個 Advanced Level的Sommelier class就是 這個是比較長一些 所以 讀了一段時間 讀書的時候 當然就不太多時間 可以搞其他事情 因為我自己正職 又要做Ciropractor 看病那些 生意那裡 也是比較忙一些 所以現在 現在終於有時間 今天自己的day off 就可以自己喝酒 之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酒 今天我們要說的酒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 其中一個 在Napa Valley裡面的Winery 叫做Hall Wines 我自己也是經常去這個Winery 因為覺得它 坐得舒服 又漂亮 之後那些酒 也是挺好的質素 所以都會有空 跟朋友去這個Winery 那我今天呢 喝這一種 的酒 就是Hall Wines裡面的 其中一種酒 就是2016年的Terraseca 那Hall Wines 其實他們 基本上都是做這個 其中一種酒 就是Cabernet Sauvignon 那 不記得之前 大家有沒有聽過 關於這一種的酒 那Cabernet Sauvignon 其實是 我們說 在法國的Bordeaux 那個的Left Bank 是比較 他們說 那個Hall World 有五隻蹄子 最主要的 那Cabernet Sauvignon 就是 比較最出名的那隻 那在這個Napa Valley 如果你去到 就是Napa 那些地方 它都是生產比較多的 這一隻蹄子 那 如果 譬如你說 這隻蹄子 和其他蹄子 譬如我 如果 沒有說 別人沒有跟我說 就做 什麼叫做 Blind Tasting 那怎樣去認出來呢 那其實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我們一般說 試酒 就是幾樣東西 如果你 什麼都不知道 那種酒 那你試酒的時候 你就要看它的 顏色 看它的深度 之後 就是喝的時候 看看你喝什麼 的味道 聞些什麼味道 出來 還有它有幾 嘰 就是它叫Tenon Level 那些 那我們都是憑那些 就可以 去估計 這隻應該是什麼 的葡萄 那Cabernet Sauvignon 如果你看它的 顏色 一般都是比較 深色 少少的 就是 我們叫Ruby Color 那你是比較深色 甚至 如果我們說 就是看那個 你放一張白紙 在那裡 你有一張 剛好有一張紙 在那裡 如果你是 放在日光底下 你去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不看得好 就是through那個酒的時候 看不看到那些 白色的紙 上面寫的那些字 如果你是看到的話 那就是說 它的通透度比較高些 那通常這隻酒 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 沒有 它的身體比較稀少少 那而 Cabernet Sauvignon 就比較 它的身體 是比較 厚厚少少 那所以 你看的時候 那時候 是深到 有時候你是未必看得到 那些紙的 那就是 我們叫Dark Ruby 那通常 這一隻葡萄 如果你聞它 是很香的 我們叫Dark Fruit 就是比較深色 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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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果 譬如 Dark Cherry 就是櫻桃 或者 布林 就是Dark Plum 那些 都是通常 我們 Typical Cabernet上面 要嗅的時候 會大概嗅到的味 那如果你說 喝下去了 這隻 其實我今天都沒喝 那我現在 在大家面前呢 那馬上是 聞到那個 我們剛剛說 Dark Fruit 就是有那個 Dark Cherry 有 Plum 布林味 之後 也都是有 有時候你都會聞到 它比較 很Oak的味道 因為 Napa Valley 都是比較喜歡 用一些比較Oak 少少的 就是 很多時候 都是用French Oak 用很多 比較 出名的 那些 那些 你都是 浸泡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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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聞下去 也都 有 少少的 巧克力 味 也有少少的 我們可以說 Cigar Box 即 雪茄 那些 的味道 當我喝下去的時候 喝下去的時候 喝下去的時候 那個Tanon 我們剛才說 如果這隻 Tanon 是比較高 少少 少少 這個就是很 Typical 的Cabernet Sour Mignon 但是呢 如果你是比較好的 Cabernet Sour Mignon 通常你喝下去 都是 雖然它是會 醬 但醬得來 我們說 那些Tanon 是很 很 整理的 它是不會很相似 你的後門 都是很順 通常 你的酒 甚至你 放時間 久了 很多時候 一開始 我們說 酒比較陰少少 它比較醬 而且它醬得來 就是 你的後門 你的後門 的力 比較大 但當你等待 我們叫做 等久了 等久了 其實它會比較溫和 這隻 因為已經是 2016年 NAPA的酒 通常 都是經過了 5至6年 它會開始 溫和 一些 而且 我們說 你 酒倒出來 過著陣 它打開 所以 它已經 會比較 混和 所以 喝起來 是比較順 一點的 我們也會說 試酒的時候 會說 酒的結尾 甚至 這個酒 通常會 遇到口腔 那些地方 其實 譬如 這個酒 它打開的地方 和 Calvinet 上面 通常 我們會感覺到 前面和後面的 口腔 都會感覺到 如果它沒有加 其他 的酒 很多時候 這酒 都是在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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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空 所以 很多時候 那些 酒 那些 酒 專家 他們都會 加一些 其他 例如 Merlot Petit Verdot 去 遇到 腋盤的地方 這個酒 這個酒 是很高的 所以 身體 感覺上 比較厚 Napta 酒 如果你跟法國 相比 一般來說 都是 它們做到 比較重 少少的 酒精 這個酒 基本上 就是 15.2% 算不上 挺高 那 這個 結尾很好 你剛剛喝下去 那一刻 你會感覺到 它是 在口腔 停留很久 當我喝了一口 它一直 到 最後 還有 最後 還有 冷 的感覺 所以 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酒 非常非常 好喝 這樣 亦都會 介紹 推薦 所有 喜歡喝 Cabernese Mignon Napta 的 這種酒 這個 Hall Wine 這個 Tera Roca 是比較好喝的 我自己覺得 好 今天介紹這個酒 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乾杯